副总理黄勋才说,尽管我国正积极推动数码资产的创新,但对于加密货币的投机和交易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。 他表示,数码资产能够推动金融市场的改变,并重申跨境支付和资本市场的潜力。 黄勋才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时说,在加密货币平台ftx.com面临危机之前,我国已就收紧这方面的监管条例展开咨询。 金管局早前表示,相关加密货币平台在本地没有业务和执照,也不是付款服务法令下的豁免机构。